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44岁正姓业务保险员,涉嫌与处理车祸理赔事宜的顾问公司42岁欧阳性负责人勾结,透过LINE泄露13名申请车祸理赔客户名单,即已向自家保险公司领取较高理赔,双方约定均分获得报酬。 欧阳还涉嫌伪造客户在职证明,已争取较高理赔金,新北帝愿以伪造文书,违反额资罚等罪判证难徒刑7月,得一颗罚金21万元,欧阳徒刑一年2月,得一颗罚金42万元,可上诉。 检方起诉指出,前年1月,陈南因车祸需赔偿虚女,向保险公司申请车祸理赔,正南受理后,竟将虚女联络电话等资料传给欧阳,欧阳再请员工打电话给虚女,宣称可待为开庭写诉状即向陈南争取理赔,虚女于事委由欧阳处理,双方谈定住理赔超过30万元,欧阳可抽100%。 低于30万元,可抽取25%因许女开设通讯航,实际月收紧2、3万元,为争取较高利赔金,欧阳涉嫌伪造许女认知公司即月入5万元的薪资证明,陈南上网查询发现根本没这间公司,前年4月对许女提告,许女、正南、欧阳等人依诈欺取财未遂, 违反个资等罪,以各被判刑4月、5月、2月并缓刑两年,均得一颗罚金,检方于去年搜索该顾问公司、查扣电脑等相关资料,清查出。 2016年间,正南共泄露13名客户手机号码、病例、交通事故当事人登记连单等资料给欧阳。 此外,2016-2017年间,欧阳为帮4名车祸案件当事人获得较高的保险理赔金,伪造他们的在职证明、受雇及请假证明等,用于理赔协商使用。 但因文件漸漸漸等原因未获理赔,欧阳也未能从中抽拥,认定处犯诈欺去才未碎嘴开庭时,欧阳与正南都坦诚犯行,法官考量两人犯后态度良好,且并未因此从中获利,因此判处均得以科罚金执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